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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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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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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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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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今天呢 是为大家带来的 一部推荐的电视剧 叫做《斗罗大陆》 这部电视剧呢 之前在我们的 2021年最值得期待的 电视剧榜单中 也有跟大家提到过 男主角呢 是现在中国的 真的可以说是顶流top one的 肖战主演的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男演员 是集颜值和演技于一身的年轻演员 感觉这部电视剧里肖战的演技呢 并不输上一部非常火爆的电视剧 陈情令里面的表演 那女主角呢 是之前韩国组合宇宙少女 吴珠苏妞里面的吴轩毅 吴轩毅呢 也是比较有人气的女演员 吴轩毅呢 参加了中国腾讯Tescent 举办的创造101 里面获得了第二名 然后成功的入选到了火箭少女101 算是一个中国的女走向团体吧 人气也是很高的 而且吴轩毅长得还算是比较甜美的 那《斗罗大陆》这部电视剧呢 是属于一个古装玄幻Pantezi的 一个这么一个类型的电视剧 它呢是根据动漫改编的 就是原型是animation 这部电视剧呢 我认为是怎么讲 制作还算是很精良的 然后演员的话 我觉得选的也不错 包括它的后期制作 都非常深得我心 但是评分 豆瓣评分居然只有6.5分 我也是真的是有点不大理解 《斗罗大陆》这部电视剧上映前呢 它的期待值就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在播出之后 也是点击率已经超过13亿次的 这么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收视率 所以呢 参与这部电视剧评分的网友 真的是 就是100个人看哈姆雷特 会有100个哈姆雷特 各有几件吧 那我看了一下网友们的评论 大概是关于这部电视剧的差评 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说演技不行 其实我感觉在新生代年轻演员里面 肖战和吴轩逸的演技还算是可以的 所以可能单纯是不喜欢肖战 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第二点也就是说大家讨论最多的是 可能和animation的原型会有一些的差异 但是我觉得要理解的事情就是 动漫确实和现实真人拍出来的 会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对于我一个没有看过之前动漫的人来说的话 我认为这部电视剧不管是从特效还是画面 还是到这个服装色彩 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一看就是花了不少功夫和不少精力的 那第三点大家说的也比较多的是 可能关于女主角小五的选定 很多人认为吴轩逸和动漫中的小五的原型 可能差距会有一些大 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不选择像张雨夕这样的演员 那张雨夕确实从外形上和小五的原型长得非常像 甚至有网友曾经说 之前导演选定的第一女主角 其实是张雨夕 但是可能是因为经纪公司的时间问题 或者是其他的安排 最后换成了吴轩逸 可能关于张雨夕的名字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 但是她现在也算是中国非常有人气的女演员之一 之前在那部《大火的琉璃美人煞》中 饰演女主角的姐姐 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位女演员 那这部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呢 是男主角唐三 也就是肖战主演的 之前呢是一个默默无闻 可能会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小角色 但是有一天 因为凭着自己非常神秘的出事 和自己的父亲突然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然后她在这个过程中呢 姐叫了很多的好朋友 当然也与邪恶的力量进行了斗争 和大家一起成长的一个故事 但是不得不说 《斗罗大陆》这一季的结局 我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原著的animation动漫呢 它是有好几百集的故事 但是电视剧呈现呢 它只有四十集 每集只有四十分钟 所以呢 关于《斗罗大陆》的故事 也只是讲了一小部分 在最后一集呢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悬念 让我在看完最后一集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期待 什么时候才会出第二季呢 那这部电视剧 如果你是喜欢 《斗罗大陆》这种类型的话 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如果让我给这部电视剧 评分的话 我可能会评到八分左右 因为我个人认为 这部电视剧 在演员的演技 服装 道具 色彩 包括特效 和后期制作等等方面的话 都是非常优秀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整个故事的情节 也是非常紧凑的 不像有的电视剧 会博众地描写某一段故事 而让整个故事 变得非常非常的长 这部电视剧的节奏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也可以见到一个导演的功底 那说了这么多 这部电视剧呢 也是在韩国 现在是可以看到的 有韩语字幕 感兴趣的朋友 一定一定要去看啊 最后的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感谢 再见